中共政權為主導的統一 那我一定不會想住在台灣 你喜歡加拿大嗎 啊還可以吧 大陸他們想要民主自由 恭喜 但不要打過來就好 作為一個台灣人來講 你認為大陸人是你的同胞 我覺得就是外國人 中共政權不擁有中國人這個詞彙 如果是一黨專制的話 社會有很多問題就會被壓下來 我不知道 我如果沒有這個信仰 我人生價值觀是什麼 愛是解決紛爭最好的一個方法 早 早 早 不好意思讓你久等 沒有沒有沒事 你已經進去了 對我已經進去了 這是一個教堂是不是 對這是一個教會 因為我們九點要集合 然後要去換裝 然後準備 那裡面現在應該在set up 然後十點半準時開始 然後結束大概十二點 十分十五左右 Stella Someone's documentingStella's involvement here today and so I forgot your name Dong Nan Dunan Welcome Dunan Thank you Yeah If he's around taking pictures of you Don't worry Stella's already gotten the okay with that so 所以你們這個演出 就是為了慶祝這個復活節是嗎 對對對 啊 現在就去後台準備 好 我可以去嗎 可以可以 好那我跟著你去看看 大家好我是Stella 我來自台灣 然後 來多倫多兩年半了 那最近是在一個多倫多 Downtown的一個慈善組織工作 主要做的是社區建造方面 為啥來加拿大 主要是想換換工作環境 如果在台灣的話 產業環境就比較受局限 所以就想說想要出國工作看看 那加拿大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就是你只要讀個一兩年的program 你就可以拿到工錢這樣子 相較於美國的話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來了加拿大以後 你的想法是留在加拿大 還是說回去台灣 其實沒有特別想要留在這邊 真的是想要體驗生活 就即便來這邊剛讀了一年書的時候也覺得說 可能沒辦法長期待下去 對那最近一兩年比較有變化 主要是因為在這裡交了男朋友 就才開始認真想 待在這邊的可能性 如果說你沒有男朋友 假設你是不會留在加拿大的 可以這樣說嗎 很難說 很難說 因為我本身有信仰 對那我當初來 我覺得也是上帝的安排 就是可以考上我的學校 以我那個分數 我覺得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考你哪個學校 約克大學 上帝知道我可能需要換一個環境 然後他也沒有說 到底是在台灣換一個工作 還是真的來這邊讀書 都有可能 那我即便在這裡畢了業 也會想說 想說 上帝到底希望我做什麼工作 或是我下一步怎麼做 所以即便沒有我男朋友 我也還是要非常認真的禱告說 就是 上帝希望我下一步怎麼做這樣 很多人這個來了這邊以後 移民的原因是覺得 尤其是對於大陸的來講 這邊的這個薪水好一點 你覺得加拿大這個薪水是吸引你留在這邊的原因嗎 還是薪水很一般 台灣的薪水絕對是比加拿大低的 可是台灣物價也是絕對比加拿大低的 對那我相信以我的教育程度或者是工作經驗 在台灣累積一陣子以後也是可以過得上我想過的生活 所以薪水不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說實在的 對 還有很多人移民的原因可能是 因為這個兩岸局勢的不穩定 我覺得這個說不定啥時候就跟大陸有摩擦了 你有這個原因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 擔心這個也沒用 等到發生的再說吧 對 我就只希望不要在我爸媽在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就好了 你認識Stella嗎 對 認識的 你覺得Stella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對 她好啊 我沒知道你會說韓國語 我原來在大陸吧 真的 你慢慢採訪他 對 你是在哪學的中文 上海同地大學 哦 本科還有授飾 然後搬到香港 工作在香港18多年 在香港 哇 那時候你還沒出生了 哈哈哈哈 謝謝你 謝謝你把我說的這麼年輕 那你什麼時候來的加拿大 2005 哦 是從香港移民過來 哦 哇 所以你喜歡加拿大嗎 啊 還可以吧 啊 還可以 因為孩子們帶孩子們過來嘛 啊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長大了 已經畢業了 啊 啊 那你喜歡中國大陸嗎 中國大陸當然 是在那邊讀書啊 啊 你對於 台灣現在的這種 政治體制 或者說這種選舉制度嗎 這種 或者說這種自由民主的 現在這種環境 你是滿意的嗎 還是 非常滿意啊 那你非常滿意 是吧 不是說 非常滿意 就不能抱怨 嗯 就一定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我覺得整體是一個 好的 環境的 嗯 台灣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可是是一個 自由的環境 嗯 有時候看起來民主可能很混亂 可是就是一個過程 只要大家都相信這個價值 我相信會越來越好 對 那我覺得很多人 不看好台灣 覺得台灣的民主不是真的民主 或者是 大家不是這麼理解民主的真諦 我覺得這個就看個人啦 加拿大的民主和台灣的民主 兩個比起來 又不一樣的地方 非常不一樣啊 嗯 主要是 第一是制度 加拿大還是比 就是比較英國那一套嘛 君主共和制 對吧 那台灣是總統制 非常不一樣 就憲法 立法架構等等 都不一樣 那這是制度面 那另外一個層面是 加拿大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移民社會 所以種族非常的多元 歷史背景也比較複雜 所以 他們體現民主的方式 一定跟台灣不一樣 可是都是自由的國家 對 然後 台灣的民主 非常的 覺得有些人會說太自由了 或者是太亂了 嗯 就是民主的樣子啊 加拿大也自由 可是有些人會說 政治正確很嚴重 嗯 就是特別是對於什麼 LGBT的群體啊 或者是 這種左派右派的意識形態啊 呃 會要非常強調政治正確 那這是他的缺點 缺點 或者是劣勢 那並不代表 這是民主的缺點 我看一些個評論說 你們台灣也有政治正確啊 有 比如說有很多的禁忌詞啊 呃 例如領導人對你們 你們來說就是個禁忌詞 這是用詞差異吧 所以 可能對台灣人來講 有些人聽到領導人這個詞就說 你一定是在設置大陸那一套 然後很多人不喜歡大陸的一些用詞 我自己是不看這個 那有些人在乎 嗯 那就尊重他 你譬如說你在台灣 新聞媒體的時候 你一定是講總統 你不會講領導人 你在翻譯的時候 你會講 加拿大的總理 那是因為他是總理內閣制 你會講 呃 英國的首相 君主制 你會講美國的總統 那在英文用詞上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用到精確 那中國對外法源都教他們自己的領導者 叫領導人 嗯 那你就要用他的用詞 我覺得不用特意去刻畫兩岸的差異 你今天扮演的是啥 耶穌的追隨者 啊 對 那這個 耶穌上十字架的時候在後面跟著他的人 啊 你不是那個在夏威爾耶瑜他的人吧 不是 不是那個羅馬軍官什麼的 不是不是 OK 你扮演的是啥 你今天扮演的是啥 你扮演的是啥 啊 Tunity 哦哇 就是那個三位一體 對 我的爸爸 我的 兒子 孩子 Jesus 我是孩子 哦 你是兒子 可是我不是 哦 對應該是孩子 應該是基督吧 對 孩子是 對對對 沒有三個Jesus 就是 一個是三位一體的 就是因為他們位子不一樣 三位不一樣 然後一個是Resurrected 對 就是復活的 然後一個是受死的 哦 OK 因為要換裝很多人 所以就三個人演 這樣子 我很期待 我看著那 對 對 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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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認識 我認識 你能不能介紹誰 你身為誰 你身為誰 一半一半吧 而且要看你的年齡 年齡越大越有可能覺得 中華民國是包含中國跟台灣 然後希望有一天 事實上同意這樣子 那我個人是不太在乎 我覺得 只要和平 然後 台灣可以維持民主自由 就好 大陸他們想要民主自由 恭喜 想要繼續維持 就OK 他們不要打怪就好 你馬上有一些個爭執 如果說兩岸產生摩擦的話 有的人說美國一定會幫助你們 航空不見什麼一定還開過來 也有很多人說美國會袖手旁觀 你覺得你的期待 我期待 我希望他來保護我們 我家人是 比較偏向於 就是美國會干涉的 有一些 台灣的朋友也是覺得 還是要自求多福 就是 看烏克蘭這個現狀 就是想說國際可能也沒辦法介入太多 對 身為台灣人我當然希望 就是台灣可以維持現在的 主權 主權是最好的 如果說真的兩岸有摩擦的話 你認為美國是會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還是把跟台灣這種友誼放在第一位 當然是利益 保台灣有利 那就保 沒有利 利不夠 或者是利益到哪一個程度 就看情況 你有去過大陸嗎 有 跟我去參加我朋友的婚禮 然後去上海跟海南玩了一下 對 你覺得大陸怎麼樣 漂亮 很好玩 因為我去的地方都是最好的地方 我覺得 吃當然還是沒話說 我覺得人其實都還蠻好的 就以前 我會有害怕 就是我去的時候 會不會 哪一天有人就說 台灣哪來的 我們都是一國的 然後就 你怕別人跟你說這個 對 因為我會不知道我怎麼要回應 你知道嗎 但是沒有 從來沒有人這樣跟我講 對 他們都還蠻親切的說 台灣哪來的喔 台灣東西很好吃 或是台灣電視劇很好看 那你去之前 有沒有人跟你說過 說在大陸不能亂說話什麼 或者你自己有擔心嗎 一定的 我不會特別去講什麼 但你會知道說 有些敏感的話題就避開 如果其他的人 管你 說你 Stella 你是中國人嗎 你會覺得自己會被冒犯到嗎 不會啊 我會說 我是 中國人 但我是從台灣來的中國人 在這邊的話 喔你會這樣說 對對 英文上你會說你是Chinese Yes, ethnicity I am Chinese 所以我的 種族上我是中國人沒有錯 對 那其實這個所謂台灣人跟中國人的 這個分歧也是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才會出現的問題 因為 在沒有改革開放之前 大陸的中國人是出不來的 在外面走來走去的 大部分都是台灣人 然後那時候的台灣人 普遍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 對 那後面會有這個分歧 主要是因為 大陸改革開放了 他們 在外面的行為 跟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人想要做區分 會出現這個詞彙上的實用變化 尤其是英文上 會說台灣的意思是吧 對對對 主要是這樣子 那大陸不擁有 應該說 中共政權不擁有中國人這個詞彙 這個是屬於所有 對於這個文化認同 或種族認同的人 都可以使用的詞 大陸人大小接受的教育 是這個 台灣人是自己的同胞 嗯 作為一個台灣人來講 你認為大陸是你的 大陸人是你的同胞嗎 還是大陸人就是大陸人 我沒有我覺得就是外國人 就是外國人 對 跟其他國家一樣 跟日本人 跟美國人 跟東亞國家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語言文化上 比較可以容易交流 但是他們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外國人 對 即使你們長相一樣 即使你們說的一樣的語言 即使你們喜歡一樣的飲食 也還是外國人 對啊 因為國籍上就是不一樣 在事實上就是不一樣 台灣人去任何一個地方拿 是台灣護照 不是中國人的護照 對吧 那中國人去任何地方 也都是拿中國人的護照 但是你去日本的時候 你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對吧 對 你去大陸的時候 你可以拿中華民國護照 就拿啊 就要拿台報證啊 那不還是和其他地方不一樣嗎 是吧 你不叫他護照 但我在 在我看來至少是一個 在你看來是護照 在我看來至少是個簽證嘛 嗯嗯 什麼樣的 時候需要簽證 去國外的時候 對吧 在大陸對於台灣人也是不一樣的 台灣屬於涉外居民吧 還是怎麼樣 你去可以住的旅館 可以去的地方就不一樣 他們自己就把台灣人畫另外一塊 對吧 如果他有一天說 台灣人去中國不用任何證件 就屬於 中國人居民 我才覺得這是實際上 他真的想統一台灣 對吧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做區別對待 那你就是不就等於承認了 他其實不是中國人 你是來加拿大以後才去教會 還是在台灣的時候 我已經受寫了 哦 我在大學的時候信的 然後來了 多倫多就立刻找了一個教會 是嗎 我那時候先去了一個家庭教會 那 因為那時候還算是Covid的尾巴 還沒有完全開放 所以我也沒有出去找 那大部分教會都還沒有實體聚會 先去了一個小教會 然後後來 就朋友介紹我來這個教會這樣子 我問你一個稍微敏感的問題 嗯 你們 就是Jazus找黑人眼是故意為了種族平衡一下 還是 我們教會黑人多 黑人多的原因 OK 就是每個人適合的角色不一樣 主要是看他的年齡跟性別 哦 那 呃 跟高矮 對 那他們盡量找一次的人 演同一個角色 如果那個角色有不同人演的話 那就是Jazus嘛 穿幫了是不是 嗯 明白 我們教會還蠻多元的 嗯 我之前有傳一個照片給你嘛 就是 各種國旗 就是他旁邊是環繞世界各種國旗的 嗯 對 是 所以我們教會是多種族多國旗 台灣上次的大選 投票率是大概多少你又了解過 我現在很久沒有追蹤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有六七成吧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現在立馬查 我完全不知道 台灣2024選舉投票率多少 對 對 71票 71% 71%的人去投票 嗯 這71%投票的裡頭 有 將近四成投的是賴清德 嗯 是吧 你覺得這是整個島上的這個絕大多數人的選擇嗎 如果你覺得選舉結果不能代表主流意見的話 你就會看到動亂 很多拉丁美洲國家有所謂的選舉 可是都被操縱的結果 嗯 那它就發生了動亂 那就代表說這個選舉結果不能表達民意 那台灣沒有這個現象對吧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非常非常可以代表民意的 有一些個 我看盛言也說 這種 嗯 每人一票的這種選舉總統的制度呢 嗯 雖然有優點 但是也有一些一個缺點啊 嗯 比如說這個 黨派跟黨派之間的那個互相的攻擊 我接你的短你接我的短 嗯 互相之間這個仇恨加深 兩個黨派之間的這個支持者呢也會撕裂 一定有啊 嗯 有黨派就會有衝突跟爭執 嗯 那 在國際上普遍認知一個民主社會成型 就是要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 那台灣的確達成了 那民主素質有沒有提高我相信一定有的 那 可是一定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歐美有用這套系統的也一定有分歧 所以不可能有一個制度不存在分歧的 有些人覺得一黨專政或者是有一個比較統一的聲音 好像有時候管理起來會比較方便 那你就要看 他看的是短期還是長期 長期 來講 看到的結果就是如果是一黨專制的話 社會有很多問題就會被壓下來 然後哪一天就等著爆發 對這是我看到的 蘇聯就是這樣子嘛 他的計劃經濟失敗很大一個原因 就是沒辦法充分的反應現實狀況 那最後民不聊生或者是資源分配不均 那他就自己瓦解了 中國我覺得他可以 可以 可以穩定 至少過去20年很穩定 就是因為他在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這件事情上 透過了改革開放得到了軍 對 你有沒有聽說民進黨執政以來 台灣現在的這個教育是去中國化的 你有聽說嗎 有 你支持嗎 我不知道他們所謂的去中國化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講的是說在中文裡面比較少用 學比較少的文言文嗎 在改課綱上面 又或者是 像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中國歷史也就學不到一個學期吧 你要再讓他少一點嗎 又或者是 把教育更多資源放在台灣上面 我覺得 如果這是他們的定義的話 那我相信是有這個傾向的 可是我沒有支持或不支持 我只是覺得說你要有效 就是台灣學生要可以真的去思辨 可以在教育的這個歷程上是多元化 可以自由去發展的 不要因為學校有教或沒有教 就有不同的世界觀或者是價值觀 你希望兩岸將來的關係是怎樣的 是台灣獨立還是維持現狀 還是中國本 台灣統一 我覺得短期還是希望 就是 都是和平的狀態 長短期都是和平的狀態 但是 台灣的文化影響力可以對 中國更深 政治影響力可以對中國更深 我講的是民主這塊 不期望就是什麼統一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希望對他們是有影響的 然後 台灣也是一個正題的可行的一個參考吧 就譬如說美國各個州都有自己的一些法律嘛 那有些國有些州是大馬合法化或者是毒品去罪化就是去犯罪化 那它有試行這樣子制度的存在 其他州就可以參考 那台灣就 某個面向來都是試行民主制的一個區塊 特別是又在華人圈裡面 對吧 中國人圈裡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制度是可行的 那台灣 我希望台灣是這樣子的示範 有很多人說 兩岸的關係可能在最近會有一個大的變化 你認為長期來看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你看你們領導人有沒有變化 變化都是你們領導人決定的 對 台灣領導人換來換去就這樣啊 就是頂多 語言上的威脅多一點或少一點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來台的學生或者是 那個叫 遊客多或少 對我們來說差別就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的差別其實都是中國領導人變化造成的 對 我爸媽都有自己偏好的黨派 沒有錯 可是你說政治理念嗎 在我家就是大家的聲音都OK 只要不要過度強調自己的想法就好 就可以溝通啊 我會覺得 因為很多家庭是不能溝通的 對 那你們在大選之前會互相說服對方去投自己的那個黨派 我媽會 你媽會 對 就是她說她的啊 我做我的 對 所以你們三個是完全三個不同的這個黨派什麼支持 還有我姐 我跟我姐應該是一國的 對 然後 我爸媽他們投自己的票 我跟我姐投我自己的票 如果我可以投票的話 這次大學我沒有參加 我在加拿大 你沒有回去投票的話 沒有 對 我看這個民進黨說我們不用再自行宣布獨立了 我們已經是一個這個獨立的國家了是吧 但是看起來好像世界上跟台灣建交的這個國家還是幾少數 越來越少 不是幾少數 是越來越少 對 其他國家的認同對於台灣來說重不重要 重要 因為 台灣 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 如果國家 國際認同的話 不管是在文化 經濟 政治上的一些交流 那我相信 如果可以得到更多國際認同 對台灣一定是好的 越多人認同 你的主權的正當性就越大 對 但 我覺得這裡面所謂的認同不只僅是有沒有建交 認同是你可不可以自由出入某個國家 你可不可以自由貿易 台灣在這方面做的都還是非常好的 台灣的護照到世界各個國家大部分都是被接受的 對吧 台灣在經濟上跟很多國家有往來 這也是事實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如果你講的是認同這方面的話 我覺得那台灣的確主權的認同性很強的 如果說兩岸真的產生了摩擦 嗯 你覺得你們這些海外的台灣人 不在台灣本土的台灣人 能夠做什麼 當然就是支持啊 支持台灣人啊 不管是金錢或者是物質 實質上的都是要支持啊 在媒體上你要宣傳啊 要支持台灣啊 假設這個台灣真的是跟大陸統一了 不管是以什麼方式統一 你還會生活在台灣嗎 還是你想移民到其他的地方 如果是以中共政權為主導的統一 那我一定不會想住在台灣 對 因為覺得對我的生活憧憬影響會非常大 還有一絲絲的希望是台灣的民族統一的大陸 那我就可以考慮再居住在台灣 對 那當然也是要看我 我如果未來有什麼規劃 對 就像你們這個中六進行寫的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往復大陸國土那樣是吧 你還是有這麼一絲絲希望 對啊 我覺得 就算中共真的統一了台灣好了 身為基督徒還是要做基督徒該做的事情 就是傳福音 不管你是哪個政權 統治的哪一個區域對吧 那我覺得因為最後最後 這世界末日 就只有上天堂跟下地獄兩個選擇 那你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他有這個選擇 是 they grab his arms as they tightly strapped his wrist with the hellish looks that a strong armed soldier with cut to his fist laced with chips of bone they even hard from his shoulders to his feet and sliced right through his outer skin just like there was through his shield town his time to the blood splatter as each of them lashes the end most of him was going to press out as he moved and put his heart into his back through that he stopped and the hydration his tone began to swell and we didn't cry as once for a moment this crying DJ fed and he did and he did and he had made his time to show and as he went to the back and he cried and he said sovere is in life is in life is in you the blood of the man and he died and he died and he cried in spite of the blood and his muscles bursting heart-rising veins and as they dropped the cross and he kämped sovere and the blood as he went into the blood and he died and he died and she died and he died and he died and he cried in the dead and he died and he died and he di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这片土地上会不会因为有了更多的信仰而产生一些变化 一定的 我个人认知基督信仰是非常强调就是爱这件事情 爱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有提到 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什么什么 不做害羞的事 对不做害羞的事 我讲的爱是圣经的这部分的定义 对那如果中国人认知到的基督教里面的这个核心是正确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国家是会被往好的地方改进的 对社会更有包容性 更愿意尊重彼此 更愿意用温和的话来彼此沟通 更愿意避免冲突的发生 那就很好啊 有很多的这个民族啊 或者说国家呀或者说你就是都是说哈人们说是被神祝福过的 比如说犹太族啊比如说美国 你觉得大陆那片国土是被神祝福过的吗 是 我觉得被神祝福这件事情可以很广泛 中国的物产资源非常多 这是一件很受祝福的事情 气候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很大 也是被神祝福的一件事情 在清末民初有许多的宣教师去宣教 也是非常受祝福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确是一个被受祝福的国家 对那你说因为改朝换代 又有了不一样的环境 迫害了基督徒 那神就不祝福吗 不是的 只是他有他的计划 或者是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我们看不到 你最喜欢的这个 拜报的章节或者说词句是什么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比较会想到的一个是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个所谓的智慧 就不是人的智慧 我觉得我很难就是一下子在这个对话里面 就跟你说明是什么是圣经里面的智慧 但我觉得我会越活越谦卑 那是因为圣经给我的智慧 既然你说这个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我又想起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议题 在这个拜报里 耶和华或者说Jesus 有没有告诉大家 是统一好还是分裂好 我觉得圣经里面提到最近的 最最最可以relate到就是要爱你的灵社 灵社指的不仅只是你的邻居 或是跟你同一个社区的人 就是要爱陌生人的意思 那爱是解决纷争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出发点就是为了要共荣吧 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 也没有讲说要统一还是分开 但是又要讲爱 在节目最一开始呢 我先想跟台湾人民说一声不好意思 我尽量以一个中立的角度 来披露一个真实的台湾 先生车厢里全是人有看到吗 讲电话可以小点声吗 你不同情弱者 你不帮助人 这跟畜生有区别吗 你们多接触大陆的人的时候呢 就会对大陆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 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